56岁大妈,肾衰离世,一直爱吃果蔬,爱饮茶 一生无奈,都是无知害得 安大妈今年56岁,本来是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 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那几杯绿茶 按理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相当健康的,对吧? 就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安大妈突然感觉自己呼吸困难 四肢无力,家人急忙将她送往医院 经过紧急抢救,医生无奈地宣布 由于严重的肾功能衰竭,安大妈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这个消息对于认识她的人来说无疑是震惊的 毕竟安大妈一直都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 但医生在了解了安大妈的饮食习惯后 却不得不说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安大妈的饮食习惯尽管看似健康 但实际上却可能是导致她肾功能衰竭的原因之一 这里要说的是安大妈平时喝的绿茶 虽然有助于抗氧化和降低血脂 但如果饮用过量 尤其是在没有适当控制的情况下 绿茶中的儿茶素可以增加肾脏的负担 此外,安大妈喜欢的水果和蔬菜 虽然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但如果摄入过量 尤其是某些高甲的水果和蔬菜 对于肾脏功能已经不是很好的人来说 可能会造成甲离子累积 影响心脏和肾脏健康 也就是说,在安大妈的案例中 她的饮食习惯虽然表面看是追求健康的选择 但却因为缺乏适当的调整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了解 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调整 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盲目跟风 同时定期的健康检查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食物是自然的 比如水果和蔬菜就完全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然而,这种观念并不全面 比如说,一位经常运动的中年人 因为想要通过食疗方式减少体内的炎症 他选择了大量摄入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 如蓝莓、石榴和柑橘类水果 初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健康的选择 但问题在于,这位中年人已经有轻微的肾功能不全 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抗氧化食物实际上可能会加重它的肾脏负担 原因是,这些食物在提供营养的同时 也增加了肾脏过滤其他物质的需求 这就像是给一个已经劳累过度的机器添加更多的工作一样 许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绿茶 认为它可以提供多种健康益处 绿茶中的抗氧化剂对心脏健康大有弊益 但是,对于患有慢性肾病的人来说 如果他们喝太多含有高浓度儿茶素的绿茶 这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儿茶素在一般情况下对健康是有益的 但在肾功能不全的情况下 过多的儿茶素摄入会加速肾脏损伤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即便是最自然的食物或饮品 也需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适量摄入 这也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健康饮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需要根据个人情况 进行调整的动态过程 而且,我们还需要关注食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有些血压药物与富含钾的食物相互作用 可能导致血甲异常升高 这对心脏功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长期药物 最好在改变饮食习惯前咨询医生 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在于 个性化和适度通过这些虚构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 适合别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 了解自己的身体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 在我们探讨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同时 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 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 来保护和增强我们的肾脏健康 毕竟肾脏不仅是我们体内的主要排毒器官 还负责维持体液平衡和电解质平衡 它的健康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喝水的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适量 过多的水分摄入尤其是在短时间内 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导致肾脏过度工作 一位健身爱好者 因为误听了多喝水排毒的说法 在锻炼后大量饮水 结果不仅没有带来更好的健康效果 反而因为低纳血症送医急救 这提醒我们 即使是基本的生活习惯 也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调整 加工食品里通常纳的含量特别高 这些不易察觉的盐分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可谓是潜在的危机 相比之下 使用未加工的天然食材自己烹饪 可以更好地控制摄入的盐分 保护肾脏免受过多的压力 肾脏疾病在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 特别是那些有糖尿病 高血压或家族肾病时的人 更应该重视这一点 通过这些讨论 我们不难看出 肾脏健康的维护并不是仅仅依靠某一种食物或习惯 而是需要一个全方位 综合考虑个人状况的健康管理计划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原则 以保持肾脏和整体的健康 健康饮食应遵循科学的六个原则 第一 多吃一些深色的食品 所谓的深色 是指那些含天然食品色泽较浓密的食物 这类食物营养价值比较高 而且还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还有无基盐等 如深绿色的蔬菜 红萝卜 黑豆 黑木耳等 这些食物对于人体的健康有保健的功能 浅色的天然食物如淡色蔬菜 糖和盐 精致面条和大米等要搭配着深色食物来吃 第二 不要吃口味太重的食物 猪如烧烤 油炸 以及腊制的食物等 这些油腻的食物难以在人体内消化和吸收 增加了胃肠道的负担并破坏了天然风味 而且比较咸 脂肪含量过高 比较油腻 多吃这些食物易患上高血压 以及心血管疾病 而且甜食也与肥胖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第三 吃天然食物 由于生产加工过的食品含有很多的辅助材料 包括色素 香料和添加剂等 这些加工过的食物对健康非常不利 所以 尽量多吃天然的物质 而不是加工过的食物 第四 保持营养的平衡 不应该偏食和挑食 多吃各种食物 这样才能保持营养的平衡 营养素的摄入量比例应适当 摄入的营养应与身体的需求保持平衡 需要热能也需要平衡 只有保持平衡才能使身体更加健康 第五 饮食品种要多样化 一些天然的食物能提供你所需要的所有营养 所以 平时的饮食种类要丰富 日常饮食应包括各种谷类 土豆 肉类等食品 还有奶类 豆制品 蔬菜和水果等 同一类型的食品必须要经常更换品种 也要与各种副食品和零食混合 单一的食物并不利于健康 第六 食物应搭配科学与合理 日常食物包括主食 副食 还有零食等 这些食物必须要科学 合理的搭配 粗粮和细粮要结合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蛋白质的摄入量也要合理 总而言之 科学合理的饮食方法更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日常饮食要注重营养 并且要注意养生保健 争取科学的饮食搭配 并确保食物的卫生